這是水辣櫥 這是在橡木桶用的 我的同學,我就補助了 南岳酒香有酒釋,你要來釋嗎? 剛才有那個基岩 一生是陽尊木桶 我在想這個可能跟麥克風有關 這次也不知道要打六曲 結果就是要打到現在 這是西洋傳過來的酒 他們就是威士忌、白蘭蒂 我們都喝白酒 白酒是王莊的、扶養的 他們的容器就是像木桶 補救的方法就是失敗 一直試驗 一定要找出方法出來 不然你手放給老大 沒辦法 滷味的時,它是從法國來的 要用的時候又沒有 然後又很貴 所以我就想 開始找替代的東西 找我的護衛 找辣植說 它有辦法膨脹、填塞 這就對了 我那時候,為了要掛蝦 下去是 把水塘給你加到整個屋子 重塑這個 你要說水仔煮 也沒辦法去把它倒下去 我想到 厚文爆灰桶那麼多 來利用這麼的爆灰桶 來請追省的目標 這個重塑的問題就解決了 甚至直斷的那個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這樣子 插到那個 也差不多1.5公分的深度 然後把它堆下去 把阻斷裡面的水物 不要給它過去 這樣子 不要給它 一顆湯 你如果有辦法叫起來 感覺 心理上 真的 當然是成就感 修理小木桶的 細膚 具備就是 你要有 可以修理的條件 要對峙的方法 要正確 像木桶 你做好的酒 如果你如果 搞不好 會流 你不去把它處理 然後 會去露光 等於是 沒有混的靈魂一樣 就是空的 人的生命 就是在呼吸之間 這個 像木桶 也是跟人的生命一樣 它也是 一呼一吸 也是在呼吸 人跟酒一樣 都是有生命的東西 那小木桶 沒有呼吸的時 這湯酒 也是經的無名 是 也 是 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